大家午安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獲利方城市 在今天加權指數中場已上漲68點 而且搭配了台子期貨的結算背景 盤四格局以一個波段 從加權指數8501點 這四個月以來波段的最高收盤價作收 那明後明明看盤重點在於 投資票既然這裡是 過去四個月以來 一個波段最高的收盤價 而且昨天劉老師跟大家預告 今天盤四格局怎麼樣看 第一個 已經內困三日翻紅 在昨天確認了 所以這個盤四格局 會繼續向上取高 第二個 開盤八法三點高盤 隔天容易向上取高 所以這個台子期貨 應該是擱空到最高點 做1月台子期貨的結算了 我認為這個盤四格局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加權指數到今天第三天 正式把上個禮拜五的轉折低點 確認三日不破底 而且今天補出了成交量967億 是一個正向 量價多而且開盤八法 今天開盤八法是2點高盤 所以今天期貨選擇權股票 都還是要在早上2點考盤 看到9點15分 2高的口訣叫做什麼 2點高盤的口訣 他只要過了早上的一個高點 2高的口訣叫做中長紅收在當天的 最高到次高 今天旗鼓權盤中震盪的低點 都是要直接再去做一個加碼 你可以看到現接入 尾盤拉到最高點著收 所以這個盤四格局 我想大盤非常重要的是 已經站穩一個短期 一個多頭趨勢已經非常明確了 土地朋友 接下來盤四格局 一個短期的底型 有一點點帶小幅度的跳空缺口 向上做一個取高的動作 最極短波最極短波的看法 我們抓 比如說這個底型 比如說假設景先是9300 底點在9150 有一個圓虎頂 那圓虎頂今天帶量中長紅 而且是兩點高盤做確認 假設是9300 我舉例啦 9300跟9150點 這個底型有150點的價差 既然確認突破了 就會把這個9300再加150點 一個等幅相對的測量 最少這一個多頭短波的攻擊浪 漲到那個位置點為止 所以接下來我認為最重要的一個事情 對於大部分的投資朋友來講 尤其是股票操作的投資朋友 唯一的問題是 買哪些股票會新年快樂喜洋洋了 好不好 昨天劉老師其實跟所有觀眾朋友報告 一看一宗名義我就跟大家報告說 我有一個新年禮物要送給 送給大家 送給新進的會員朋友 新進的會員朋友 我們今天就買這個股票就好了 好 這是昨天跟他預告的新年禮物 那今天再漲6塊錢 昨天漲快10塊 所以昨天的開盤 一開盤你如果經常布局滿進 2天拉開15塊錢的價差 1張賺1萬5 2天時間你買10張就已經賺15萬了 這會費1天時間全部都回來了 好 這就是昨天跟他預告的新年禮物 這是昨天一個位置點 為什麼價錢指數還沒創新高 宏達電這2天完全沒有漲 很像盤整 好 可是如果你把宏達電資金往這裡做集中 2天時間噴出15塊錢創破亂新高 所以昨天你如果有打電話進來的投資朋友 我說這個新年禮物你絕對不要錯過 積極主動一點打電話進來 好 那到今天為止 投資朋友 如果你昨天有打電話進來的投資朋友 你今天這個15塊錢的噴出段 你就掌握到了 那接下來我們布局的股票 都會是類似這一檔新年禮物 一個W底型 中期是一個相對偏低期期 好 而且今年業績才有一個大幅度 35成以上一個成長 保守估計是這樣 所以他突破型態這個整個 修正過了整個波段的一個走勢來講 一個相對偏低 低檔區的週可以才第一週 黃金交叉正式起展 那你把這個景線跟底部 W底型等幅對稱測量 技術班教過大家 你認為這個高點會不會過 其實你把這個W底一個對稱測幅 做一個等幅對稱你就知道 答案都已經出來了 問題是你不要等到 類似像加全空指數過了9593 你在進場做多 好不好 好 那接下來唯一的重點是 股票趁著利空量收的時間買 你不要等到類似像友達 爆出19萬張大量 類似保護生在做末端分出 你才去追 你利空在買 你每一次利多才買股票 現買都是現套一根跌停板 好 等一下友達 劉老師有一些看法 我要跟大家分享 你現在要想辦法是買 當初誰在這個時間 保護生只有2213張 進場佈局 TPK周限150塊錢 向下卸行之後 每一波都是噴出大賺五層 每一檔 劉老師跟大家預告股票 都是從煤量 變成市場的焦點 大賺五層獲利了結 他就開始劇烈的震盪 所以今天節目開始 進入我們節目之前 我還是告訴大家 趁著明後天 加權指數還沒過933吧 還沒過9593 確認這裡真的是一個多頭 明後天最後一個 利空切入的時刻點 跟著劉老師切入 你現在剩下17個交易日 馬上到新村封關 你現在還沒洗洋洋股票名單 會不會太慢了 那股票還是要懂得買懂得賣 好不好 股票還是要懂得買懂得賣 否則3-5 我告訴大家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你如果不懂得賣股票 那我也會勸大家 你買一些 真的相對轉折低機器 甚至像0050就好了 但是你想要 賺超越大盤績銷的投資朋友 那接下來 這個利空法能還沒開始 繼續恢復買盤之前 跟著劉老師現在利空布局 下定決心從這一刻起 真是從今天開始 明天跟著我們迎接 新年快樂喜洋洋好不好 好 昨天我們其實跟大家預告 好 這個盤勢格局3點高盤 找盤就要切入做多了 那既然已經收在盤勢格局最高點 把9245站上 就已經確認內困散熱翻紅 這盤勢格局軋空段開始起漲了 好 所以這盤勢格局就積極篇動布局操作了 那這個是我們當初在85點 甚至於上個禮拜 只要有利空打下來100點 我都進場布局了 其實選擇全9100點了 靠我到昨天172 假設你用85點這裡進場布局 到昨天為止其實已經是賺一倍了 而且如果2月 好 新興會員朋友 接下來我認為2月期還有最後一波 讓你進場布局的機會 好 趁著這盤勢格局 法輪圈才要開始積極做一個回補 好 昨天我們告訴大家 山領高盤確認向上邊盤轉折 除了1月期你要把360點 這個獲利再加進去總共是930點 獲利了結之外 好 如果賺了930點等於 你額外賺了兩個保證金 你不要貪心 好 風險 劉老師來幫他控管 口述怎麼樣抓 劉老師幫他規劃就好了 這個都還是要繼續去轉倉 360點總共累積930點獲利了結 好 你用同樣的1月份 買進的一個 4成的一個多單 直接就轉進9260試駕買 你可以成交在這個 9250點附近 好 差不多這種 今天一口氣又向上拉高 這兩天又快要逼近100點左右價差了 好 今天台紙期貨收盤 來到9313點 好 今天現貨的一個收盤價在9319 所以他還是一個持平 沒有很大幅度一個正價差 平價差附近 那劉老師告訴大家就是說 好 所謂的軋空盤 一定要看到幾個訊號 當所有的轉倉的2月多單 又全面掌握價格的優勢 這個盤市格局2月有機會複製 1月軋空結構 旗鼓權找到一個做多的機會 可能明天一個分時震盪 就是你最後切入這波航權的機會了 好不好 既然沒有明顯我們所說的 包含金融類股自主群放量 價錢指數也是穩堅的擴亮 財子期貨也在評價差 距離新轉倉的一個成本 也沒有拉開一個明確的保證 機格停損動作 這個盤市格局 沒有任何軋空結晉的信號 既然軋空結構不變 好 投資朋友 一個佈局分時久讓 另外一波軋空一波到頂的行情 你不要錯過了 好不好 不過你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兩點高隔日容易繼續下降舉高 好 可是由於今天是台子期貨結算 所以一望結算日隔天的早盤 會稍微有一點點震盪 好 我想那個分時 最後切入這一波行情的一個盤市格局 應該是這個分時指標 稍微交代一個轉折的低點 那怎麼樣切入 到9點15分開盤八法 到底多方盤或空方盤 第一個時間出來 訊號確認了 劉老師就帶你進場佈局 好 可是投資朋友 來短短這三個交易的時間 拉開將近200點的價差了 好 這個整個形態的一個相當對應側伏 而且這短短的一個相當拉高 投資朋友這個是昨天 劉老師跟他報告五成多單裡面 其中的一筆是留9100點的一個選擇權 好 我在11點這個附近 告訴我會員朋友說 掛190點獲利了結 功課85點佈局 再度大賺1倍 我們準備用賺到的部分開始 第三段的 其後選擇權的一個波段戰法 開始進場佈局了 所以關於其權最後一步切入的機會 選擇權的第三階段新會員 怎麼樣去做一個切入 好 投資朋友 你不要給我們到過了9593 代表落後確認這裡是一個多頭 長期趨勢多頭 你要等這個底部形態 今天才確認突破第一天 好 進場佈局 好 比方要等到這個盤勢格局 過了9593再去追 好 那個就叫做投機了好不好 來 投資朋友 好 這個是劉老師當初在1月5號的時刻點 好 當天我們是從9320 9250叫人現放空 好 然後下殺 尾盤的時間點9050 把所有多端買回來 好 可是原本的大台空單 我在這裡補 9140 9280 9250空的大台短空單 9140補 那尾盤在9050 再把所有多端買到5成做多嘛 對不對 好 再加這個360點 930點 可是包含了這裡的潔淨洗盤又空 包含了1月7號 那我料是說這邊是空頭潔淨 另外一次一個軋空盤 好 來 這個是當初我們選擇權的做法 當初我們選擇權是這樣做的 選擇權 好 我是從90點第一波 進場布局買進 180點獲利了解賣出 你還是要懂得做加差啦 否則又吐回來整個白白 浪費了一波的時間 同樣一波到190點 今天190點賣出 這個區間 這個200點左右價差 你如果懂得買賣訊 好 你只賺 從頭報到底你只賺1倍 但是你懂得 柳老師的獨孤9000點買賣訊號 你額外多賺了1倍啊 對不對 好 好 所以這個時間點 如果進場布局買進 當初跟他預告是說 我們第一次是180點獲利了解 用賺到的部分 限價85點買回 好 我跟大家預告 如果你原先進場是10萬的 給了兩小時時間 我們看準轉折 進場布局 我想辦法把你的10萬變成30萬 對不對 好 怎麼做呢 第二階段 你把10萬本金放口袋 好 額外的10萬去布局 重新再把9100點一個買圈買回來 好 重新再把9100點一個買圈買回來 好 投資朋友 那如果今天在這個位置點 掛190點獲利了解 這是原先85點買回來的一個資金 你再度大賺1倍了 這代表什麼樣的意思咧 你原先90點買進 好 180點賣一定賺1倍 原先進場布局風險有限 然後你可以去拼 無風險一個破裂的機會 即便小資金的投資朋友 也可以掌握這個很好的一個投資工具 只要有行情 好 我想今年加權指數一個 很劇烈的震盪很活潑 這是跟去年完完全全不一樣的一個面向 好 這是劉老師告訴你說 今年很值得去掌握 接下來17天有機會 劉老師想辦法這個倍數獲利的機會 再幫你去做個掌握好不好 好 你把第二階段85點買 到今天會只190點賣 好 當初已經賺到了一個10萬塊 好 那10萬元本金入袋 無風險的10萬再去拼 倍數獲利今天190點賣 是變成20萬 好 所以劉老師剛初跟他預告 10萬變成30萬 其實你只要有對的方法 以及對的買賣點 10萬到30萬 這也是短短同樣一個 1月選擇權一個布局的機會 好 那選擇權的買賣訊 怎麼樣去做一個掌握呢 好 那怎麼樣去掌握更好的一個布局機會 而且賺到錢呢 怎麼樣拼無風險倍數獲利 10萬元總要變成30萬 然後你的30萬要想辦法變成60萬元 這個買賣訊號第一個時間 在明後天跟著劉老師 做一個切入的動作 好不好 所以大盤的部分 劉老師就不花太多時間 我只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好 投資朋友 好 接下來呢 我們的二合一的一個會員朋友 好 我們二合一的一個會員朋友 我希望是說 接下來17天 到2月24日努力行春開紅盤 好 那 這17個交易日當作是劉老師送給大家的 好 額外多賺的這17天 好好的利用劉老師的獨孤酒劍 我相信接下來再賺17根掌停板 那你就可以農曆新年快樂喜癢癢了 好不好 好 更重要的是 趁這個大盤還沒過高 好 投資朋友 從1月15號跟大家預告 這個盤式格局不是空頭會 嘎空噴出一波到底 台積電已經看到捷徑的訊號 因為得天的一個開高 好 就1月16號直接跳空檔 今天141塊錢啊 你沒買10張你已經賺14萬了 你已經賺10萬元的價差啦 好 所以這個尾盤是不是要大買 就我說的913年的部分 那到今天為止也拉開 將近200點的價差啦 好 什麼叫做WXY 為什麼這個尾盤 這裡是三角形壓縮 會有如同我們講的 嘎空噴出一波到底 為什麼這個時間進場不許 你選擇權都要大賺一倍 好 什麼叫做WXY 梁老師的投資別冊的第44頁 DVD的技術光碟 好 為什麼WXY的一個修正 它是右空洗盤 而且這個型態如果花了10天 後續攻擊會走得越久 等幅至少有一個波段 兩三個禮拜上充那個時間 好 那你先把劉老師的DVD的技術光碟帶回去 因為剩下17個交易容 馬上要新春封關了 好 跟著劉老師先邊賺邊學好不好 好 所以投資朋友梁老師說 我已經跟他預告了4個月了 為什麼WXY是一個 嘎空噴出組身段 好 為什麼週限三之五 我們的目標是少上萬點 重點是上萬點又如何 如果你不蹭著9300 9400 趕快買一些股票 難道你要去追萬點嗎 好 你沒有在9593以下買股票 好 上萬點 你怎麼去賺這17根漲停板 你怎麼去賺選擇權的兩倍930點 好 好 不必再後悔了 我們這個二合一 起貨選擇權加股票加DVD的光碟 好 來 同樣一倍的會費 三倍的服務 這等於已經是三分之一的一個價格了啦 好不好 好 我們這次二合一 起股權三合一的一個內容 到底是如何 好 跟著劉老師明天直接去進場 切入這波行情 等一下選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休息兩忙之後 再回來 超級城市 Super 2 全民買得起 板橋三字頭 機會不再有 全民買得起的超級城市 Super 2 超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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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 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或得頭部都有期貨 股票 雙震照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雇 雇德投雇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雇德投雇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雇 雇德投雇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雇德投雇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当主营 拥有起货股票双征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雇 雇德投雇 请先来 拍嘴啊 站你一下 你刚才不是才去过 阿蘇不知道有人介绍 他甚至有新的粉 是水的 就那啊 故意是中的阿龙介绍的啊 大哥 来路不明的烟很多是走私的 运送过程中 可能浸泡到海水品质会变差 没有检验的烟 加油 尼古丁都很有可能超量 而且还淘落烟酒税 以及健康福利捐 我们的现场 这是2330的台积电 海拓这边其实 昨天跟前天这两根K线 由于价格反复在同一个区间穿梭 然后开这个位置点 然后收黑 它其实有一点点组合K线 你把这两根K线呢 当成一组新线的一个纺锤组合 你再对这个大量一个放手点 其实它也是一个多头拇指的转转讯号啦 飞隔龟槽 今天拉开一根中长红 带亮的喔 其实今天都还是要继续向上加码 这个形态过去是台积电另外一波 向上喷出的波段喔 问题是这是12月10号外资调高台积电平等 我在两天之前告诉你说我全部把它出清了 等到外资发布利多消息你买 你线套一根跌停价差 你利空消息布局 你大赚10张10万元 所以还是要利空买股票 明后天最后一个切入不绝的机会 再举一个例子 好这是今天的友达 锁了3万张跌停板喔 为什么你要等到19万张暴利多消息你才买 你现买就是线套一根跌停板 好 来这10根K线 这一组当成一根周线的黑K 反弹之后再补这个大量的跌停板 这周线有点下降三法的味道了喔 记得19.15这个就是单跟K线的变盘 向下的变盘转折性 好要稍微去注意一下了 来这是2409的友达 周线我们不看这一周的周线 19.15的这根K线的高点 对这一根末端最后喷出的中长红 好投资朋友记不记得刘老师在12月30号 我们在找盘的时候9点30分做当冲空 9320放空大台 好预挂 10点中预挂9270回补 结果到10点10分真的穿9270回补 当天为什么要带你空 好日线图的格局加全指数这一组K线形态 9338的这一根K线叫做什么 好当初刘老师有没有教过大家 这个叫做乌云罩顶的空头反转讯号 好这个是刘老师都教过大家了 好乌云罩顶的空头反转讯号 好那如果你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咯 周旋的乌云罩顶高档区 背离的周K的死亡交叉 好投资朋友最近这两个礼拜 放出了多少利多消息 好这再度去印证你听外资做股票 永远钱赚不回来的 另外一张股票的例子 这是298的宏达电 好一根长红之后 两根十字纺组线不涨了 明天我继续再把我标示的这个ABCD的一个波形 好重点是连续两天利多消息量越来越说 指标背离 K线组合形态形成双亚遥空 你利空买是大赚34万 你利多买刘老师是跟大家预告 你追在这里不套你套谁 好所以现在要开始去买一些 真的利空消息的股票 来今天鸿海也出现了XABC结构的 而且日K线搭配黄金交叉的买讯 来而且K线的扣底值RSV第9跟在这个B的高点 今天是黄金交叉正式起档的第一天 那XABC未来会怎么走 你要买利空破底指标黄金交叉低档倍率XABC 还是要买乌云造顶天天放利多下去 现买现套一根跌停板的股票 那为什么辽老师跟他预告乌云造顶大盘一个极差向他盘 有达今天跌停板 为什么XABC低档转折一出手连台积电都要涨停板 好这个一时半刻刘老师教不完大家 你先跟着刘老师的DVD光碟 接下来17天我们边写边转 好刘老师2月24号才帮他起双会期 好预告了4个月利空买过993我要涨价 详细内容直接消息刘老师的服务人员 我们明天再见 多年来我在台湾透过旅行观察自然生态环境变化 看到了这块土地上 人们为永续发展所付出的努力 让资源不在我们这世代耗尽 迈向绿色永续未来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雇都有奇货股票双振兆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雇 固德投雇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雇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雇 固德投雇 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意 固德投雇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提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雇 固德投雇 这是我们的台湾 我们唯一的家 让我们停止环境的破坏 与资源的浩劫 重建并恢复我们的土地 哈喽 我住在港历 看得到基隆港 还有好多树岸俱乐部喔 快来和我做邻居 让全家更快乐 港历2466-2255 老公 喜欢来泡茶喔 也好 越洗头越晕 喝茶提醒一下 老公 你声音怪怪的喔 太热水洗澡 四肢无力 有点小兔 好像感冒了耶 老公 我也觉得头会小兔 我们好像一样化碳中毒了 赶快离开 到室外 哈 救命啦 网站还有更多知识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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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